龙珠超、贝极特和悟极塔,客观来说到底谁的力量更强? 龙珠中的两大终极战士,至少从现阶段来看,这孙悟空和贝极塔合体后的力量,是没有什么人能够与之抗衡的,不过这也就产生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那就是同样都是孙悟空和贝极塔合体后诞生的战士,那么贝极特和悟极塔,究竟谁的武力值更高呢? 关于这种说法,想必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同的,在粉丝中更是流传著悟极塔没输过,贝极特没赢过的说法,那么到底哪个是对的呢?看下去就知道了 以官方漫画和摄影为准 我们都知道的是,这类少年漫画,由于篇幅的原因,因此常常会在战斗力上出现一些分歧 无论是圣斗是星矢还是火灵人者再或者是海贼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哪怕是大名鼎鼎的七龙珠也是一样的,更不用说这其中还有动画原创等一系列原因 因此,对于我个人的标准来说,当这些出现冲突的时候,那么自然是以官方的资料为准则 如果是动画和漫画出现冲突的话,那么自然也是以原著漫画的剧情为标准 只有这样,才能相对去还原一个原本作者的想法 而乌吉塔和贝吉特最大的区别,无非就是一个用技能合体,而另一个则是用耳环合体而已 漫画石锤的战斗力最强 既然其核心是技能合体和耳环合体,那么我们最主要就是找出这二者的区别就知道了 然而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毕竟在《鸟山明》的原著漫画中,也明确提到了两种合体的区别 比起美达摩尔星人的合体来说 自然是利用耳环合体会更强,因为这世界王神的不传之秘 二人合体后更能发挥出超强的力量 所以自然是比美达摩尔星人的合体技术要强大很多 我们完全可以截取原著漫画的内容来让大家看一下 因此这一点可谓示范上钉钉的事实 自然是北极塔的战斗力更强 原因就是出自耳环的身上 简单来说,美达摩尔星人只是合体 而耳环则还能叠加Buff 除此之外,即使是在七龙珠的官方资料中 对于北极特的描述也是从来都不掉价的 甚至是从迷而终的 那就是北极特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是全世界最强的战士 而且不仅仅是一部官方资料 历代官方出版的资料都是如此 尤其是2009年的超兴奋之男 这可是鸟山明亲自编转的作品 更是将贝基特叙述成一个不可超越的传说 各种纠集,最强的字眼,无数次都出现在贝基特的身上 所以说结合这些来看的话,官方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 贝基特的实力是绝对大于乌吉塔的 为什么乌吉塔看起来更强? 关于这一点,自然还是表现力和登场的原因 贝基特虽然顶住一个最强的头衔 而且在实力方面确实是不打马虎眼的 不过也因为这个过于强大的设定 使得贝基特从来都没有解决过敌人 第一次登场就是在龙珠Z的《魔人不凹》时期 纵然是把魔人不凹打得满脸开花 但最后还是因为意外解体了 而第二次出场的龙珠超几乎也是上演了差不多的剧情 就是原本是能够击败对方 却总是因为各种意外而解除了合体模式 再加上出场确实不多 满打满算也不过就是两次而已 但是反观乌吉塔,那可就不一样了 毕竟从剧情来看 剑王神的耳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 但合体的技能,学会了就是学会了 孙悟空和贝基塔是可以献血献脉的 也符合剧情的逻辑 所以说,无论是龙珠超、布罗利 还是龙珠Z,复活的融合 悟空与贝基塔 哪怕是七龙珠GT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五吉塔的身影 而且不管怎样 这个都是贝基塔和孙悟空的合体 所以在实力方面更是几乎无人能敌的 多次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所在 正就世界于水火之中 再加上技术的成熟 也能让观众看到更加刺激的画面 尤其是剧场版布罗利中的表现 更是让人兴奋连连 所以在如此的表现力下 有人认为舞吉塔更强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但如果真在设定和原著漫画中去看的话 那么贝基特毫无疑问是最强的战士 不知道你是怎样认为的呢 欢迎大家说出自己的看法 如果喜欢的话 还希望能多多支持 一键三连啊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